這個是安卓的手機 你可以下載一般的私訊APP或者是相機 比如說這一款 他可以去抓這個 前鏡頭 這是前鏡頭 或者是後鏡頭 那這樣這種APP可不可以抓到外置的 HDMI訊號 當成是視訊來源去處理呢 答案是否定的 因為這些APP他只會抓前鏡頭跟後鏡頭 你一般的HDMI訊號 灌進去的時候他不會抓到的 我在2021年的時候有個想法是說 有沒有一些的平板電腦 我不要做前鏡頭跟 後鏡頭 我的前鏡頭就用這個 HDMI1 後鏡頭就用HDMI2 目前 我們公司有 看到這一款平板電腦 這款平板電腦 他的 前鏡頭跟後鏡頭都沒有 HDMI1就是自拍鏡頭就是 前鏡頭 那這個呢就是 後鏡頭 那這個是HDMI的輸出 所以說啊 當你的APP在抓前鏡頭時候他就會抓到這個HDMI的視訊來源 抓後鏡頭時候就抓到這個HDMI的視訊來源 好我們實際演練一下 我們先用前鏡頭 就是自拍鏡頭做一個代表 那我們打開一些APP試驗看看 我這一款那個 照相的APP 我現在是用 插到是前鏡頭的洞 打開來 好有看到畫面了 我現在的視訊來源我現在是用一個 sony dvd做取代之 所以呢我用遙控器去控制他 你看 那我現在畫面是直視的 直視呈現的 然後你看哦 因為他是前鏡頭 所以他的畫面這邊是字是顛倒的 左右顛倒的 好那我換一個方位來看一下 如果換的是 那個 後鏡頭的話 放這邊 然後呢 我只要再把這邊給 轉移一下 你看哦 這個字是正常的 沒有顛倒 好我們實際撥一個 直視處理過的影片給你看一下 哦你看畫面是正常的 這個畫面也是故意 轉成90度 那你們在做HDI的攝影機怎麼辦你就把 那個攝影機本來是這樣嘛 轉90度就可以了 就可以呈現這樣子了 好我們來實驗看看其他的那個 視訊APP看看 我們實驗那個 Facebook 我們來實際直播一個 看看實際直播 好開始直播我不要讓所有人看到 開始直播 好這時候 開始直播我就用另外一支手機來看 這個手機來看 這是我的另外一支手機 我開始 在這邊 怎麼是直播 從這個地方直播出來 好 那我們來實驗那個 我們來實驗那個instagram 限時動態 加照片 你看有抓到吧 那他也可以旋轉啊 旋轉也可以 旋轉到這邊目前我沒有加影像 所以是沒有畫面再轉回來 那我們來實驗一下那個skype spike可以播啊 來播個視訊電話 接受 你會先聽到聲音 skype會 稍微延後一下 大概過10秒才會有畫面出來 出來 有出來了 會對一下 skype比較特別 這樣子 那來播那個lite的通話 lite 來實際播播看 視訊通話 啊 接通 有看到吧 有 也是稍微對一下的 像這種話 顛倒左右顛倒 這時候你的攝影機就要轉90另外個90度 那其他的app我會陸續的在做測試啊 大概就是這樣子就是 他的前鏡頭用HDMI 取代 後鏡頭呢用HDMI1取代之 所以 你抓app 用 抓到前鏡頭的時候他就 抓這個HDMI 後鏡頭就抓另外一個HDMI 大概想法是這樣子 這樣子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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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